好 老朋友都来了吗 欢迎收看大新闻大爆挂 帮我再止评收看 同时呢 记得按赞 还有把连结分享推播出去 你的分享对我们来说 非常的重要 我在猜就是经过昨天晚上 最起码台北市的东湖人 是不是呢 都不想投给陈时中了 我跟你讲 因为真是明怨四起 多少我身边的朋友 同事都来抱怨 说昨天晚上东湖人回不了家 长路漫漫 为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戏指连日走山 所以国道一号整个封路 这个没办法 你要筛报啊 你会细止到东湖筛报 这真的没办法 但偏偏因为总统要来当地交管 所以回家的路又更远了 很多人都说 明明10分钟 15分钟到家的路 有人搭公车 硬是坐了快一个小时 那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公车进不了站都在排队 好 我们等一会来好好讨论这个部分 那小英呢八天五度帮城中站台 到底站出了什么成绩来 以及呢看看呢在桃园的部分 昨天才在讲呢 因为郑立鹏阵营呢 一直在打张善政说 你是跟这个卖假药小党 跟他们站在一起 当他们的顾问 结果呢 我没有想到回力标这么快 结果被他们直指这个经济党 这个所谓卖假药的小党 当主席两个星期前才到桃园市政府演讲 好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就在同时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民调出炉了 在桃园市长选情的部分呢 超过五成 应该说五成一 超过半数的桃园人 希望可以政党轮替 我们稍后来讨论 好 先为你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前立法委员郭正亮亮哥 大家好平安 前告新闻局长王显秋 前位好 官长平安 台北市议员侯汉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 因为这个蛮惨的了 现在一方面还在旧路当中 因为戏指连日走山 所以国道一号因为封路的关系 那当然其实影响所及了 基隆南港 那戏指东湖 尤其这个民众哀嚎 说真的是史上交通最黑暗的一天 那在昨天晚上是什么情形呢 因为呢总统要到东湖 帮陈时中庙口开讲驻讲 好 结果呢在进行交通管制的情况 偏偏又碰到了下班的尖峰时间 所以通勤族真的是哀嚎啊 说这个明明很近的路啊 回到家大概才十分钟 十多分钟 结果搞了快要一个多小时 好 那公车呢 或者是很多车塞住都原地不动 大家真的是想说 怎么会这样子都已经在救路 在抢救道路了 结果呢小英还在救选情 那很多民众也就在骂说 是不是都没有体恤人民啊 那一次不去会死吗 毕竟现在已经是封路之下 严重的回堵 再加上总统要来 一定在周边进行交管 所以又雪上加霜 毕竟呢蔡总统五天 八天来已经五度同台陈时中了 那在这个状况 这种情况 我先请教亮哥啦 小英这一次不去会不会 应该不会怎样吧 没有想到这些对不对 没有啦他当然不会想到这些啦 而且他是分区在排嘛 而且你看陈时中已经从 扫市场这种陌生陌生路线 转为同温层的取暖 因为庙口言讲这种就是小众啦 可是大部分来的都会是你的支持者 那我觉得这个当然第一个凸显出 他就是回来顾基本盘啦 那然后小英为什么这么热 因为陈时中如果真的选到第三 那防疫失败大概就是大家公认了 就用选票做出防疫的不信任投票 那如果真的做出这个结果 那会就会延烧到立委跟总统大选 因为防疫是连续的 你陈时中有没有当选啊 坦白讲不是那么重要 可是你不能选到第三啊 选到第三 我就站在这个总统的角度 他当然不是care说市议员当选几席啦 他在意的是防疫的正当性 有没有被打破 或者说防疫的神话 台湾No.1有没有被打破 这个如果打破 就会一路烧到立委跟总统大选 2024 尤其你搞不好还要拱阿仁哥 对不对 那那个陈建仁跟防疫关系更直接 对不对 赖清德 你不要忘了他也打高端 对不对 所以一定会联动 所以我觉得他担心的是这一个 因为蔡英文还是有一些战略的角度在思维 所以 所以你刚才他讲的话说 哎呀这个选择不好 以后国际就以为我们台湾变了 他这个扯太远了啦 这个选举坦白说啦 抗中保台这种叫做 固本牌啦 他真正担心的是 哎呀比如说国际社会 认为台湾老百姓认为你防疫有问题 对不对 因为陈时中就是防疫指挥官嘛 所以还是防疫这一块 如果你落选 而且是选到第三 那国际社会当然就会觉得说 那你们防疫 大概是有问题吧 不然怎么会选成这样 我觉得他担心的是这一块啦 倒不会说什么 啊输了啊 表示我们抗中保台失败了啊 国际社会以为台湾路线要改变了 这扯太远了啦 扯太远了啦 我讲白了啦 那个2018年韩国瑜寒流起来 谁说台湾路线要改变了 这个真的扯太远了 我觉得他担心的是防疫 然后你看他的选法啦 选法就是回到这种 苏贞昌事实上在2012年 就是这种选法 就是他叫客厅会啦 就是说你就反正你能够聚集到 多少人以上我就来啦 苏贞昌那时候多认真啊 因为那时候我还当他的副主委啊 我们所有的先生立委都是他的副主委 他好认真啊 一个每天办三场 你说他跑了多勤 然后连续搞了两三个月 就办到大家 扣不出人为止啊 你知道吧 这么认真 结果我输好龙斌输了17万票 所以这种打法就不是要胜选的 你真的要胜选就是要有一种feel要出来 就是说选我 然后台北市会变得更好 这个氛围一定要出来 那陈时中已经没有这种feel了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顾本啦 那顾本 民进党只剩下小英这张牌嘛 因为蔡英文 他当然可以去扯啦 说我上次跟韩国瑜2020 我台北市场到53%啊 还在扯 他昨天到东湖还在扯 说这次给他54%好不好 我知道啊 你扯这个那柯文哲也可以说 我20这个 四年前我拿到多少票 扯这个没有用啦 可是他一定要这样讲嘛 那他当然会说 坦白说啦 这个民进党民调最好的还是蔡英文啊 那第二名就赖清德啊 所以这两个人 走基层当然 就是召唤 你们曾经支持过我吧 好歹照顾一下阿中吧 就这个意思嘛 那就表示阿中 支持度不好嘛 那 因为到目前为止 他民调最好的也没有超过30啊 对没有 那这个就是他的危机嘛 那蔡英文再差 在台北市也得过40几% 再差 那最好曾经到53% 所以这个就有点是号召支持者 因为我看到我看到有一个民调啦 那支持蔡英文的人啊 就2020支持蔡英文的人 那目前支持陈时中的只有57% 相当低哦 他没有完全承接哦 没有承接 不你去用成的嘛 57%乘以小英当年是53嘛 那这样乘一乘就是他差不多啊 不到30%啊对不对 所以当然你就会有这种逻辑出来嘛 说他只能到57耶 那我要把他们号召回来 那这里面当然也有支持蒋花安的 也有支持黄珊珊的 那总之就是跑掉了嘛 那跑掉了当然 我甚至认为里面也有潜率的啦 因为陈时中经过这一番操作 他政党票开始回流嘛 那这一个月大概从68提升到83 其实已经很高了 对所以小英站台是有用的 有用 这么拼真的有用 对可是83也差不多就是极限了 我跟你讲一定要很热很热啊 你那个政党集中度才会到接近90啊 那你这个候选人要非常强啦 你的政党票才会全部回来 那通常到83大概就是极限了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种站台的用处已经开始递减 开始递减 不过就是说前一段真的有用 所以黄珊珊很明显 民进党的票少了一半嘛 那本来20嘛 还变成10嘛 确实有流失啦 所以而且看年龄层也非常明显 是30到39岁 还有60岁以上 那这些一定是传宠选宁啦 那陈时中搞了半天 年轻人都不动 就20到29 没什么变化 所以这个就是在顾本的打法啦 顾本的打法 所以 可是他也没有别招了啦 所以 你没看到连我们寇寇都不理他了吗 目标要转向了 顾本现在转到新竹去了 对 那我刚刚就有一个朋友寄一个night给我啊 说 陈时中应该暗爽在心啦 说感谢寇寇 这个不送别了 请你安然 安然然下 请你安然然下 不要再来了 这个 这个 寇寇当然就觉得你大概没机会了吧 对 所以寇寇姐是指标 对啦 而且寇寇姐造成人家大伤嘛 那现在再来还得了对 又引起这个 汉庭的最空前的机会 所以他跑去新竹了这样 对啊 我不知道会不会变成高红安的贵人这样 好像听着听着怎么浅秋觉得 陈忠是怎么样大势已去 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蔡英文总统为了他8度5 8天5度同台 那脸书当然不是只有发他的脸书 但是他发陈忠的脸书 我觉得那个也是频率很高 那只是他讲说 蔡总统到底有没有在治国 因为他每篇脸书全部都是选举 都在讲投票 都在站台 都在助选 那更别说呢 这个内魂人 东湖人 就一开始在 昨天又一直抱怨嘛 那就说国道封闭已经够塞了 为了这个总统要来要开奖 又封了市区的道路 所以这个怨声载道 台北市民来演讲 结果要封路 那没有同理心扰民 还有说晚上会塞爆 会有一堆游览车来领便当 那反正就是抱怨很多 全部都是内湖人 可是回过头来 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 昨天在这一场其实也喊出了 他也是拿这个当举例 拿他自己的在2020的总统选举 他说在台北市是53%选票 内湖获得了48% 至少要从这起跳 只要能够过半 陈忠就会赢了 所以这一次给他54%好不好 那在前一天的时候 在景美开奖的时候 蔡英文是说文山区46% 她也是拿这个举例 那所以刚刚如果按照亮哥的分析 蔡英文连续两天讲这个东西 不是说太有自信了 反而是因为很没自信 是不是 所以才要喊这样子 是没招了嘛 可是觉得蔡英文是太 太总统是太闲了嘛 府家元首都没事情走 每天都往陈时中的场子跑 陈时中的选情是有多糟多危急 那陈时中不是之前还说 要解决内湖塞车的问题吗 就搞了半天解决之前 先造成的东湖塞车的问题 笨蛋 问题就在陈时中 其实你才是问题的所在 不要忘记当时内湖的里长 魏锦晨是公开的喊话说 你怎么办 我教你 你来 我们内湖 我告诉你为什么塞车 我们好好的来研究 要往哪里走 哪里走 车流动线怎么回事 陈时中有去吗 还有接站铁吗 没有嘛 他根本就没有想要解决问题 就今天果然又造成的问题 但是我听到蔡英文总统 到这个场子里面讲说 她未来有兴趣 想要当她的青年局长 或者是国际局局长 这个话我比较有感觉 在景美那一场的时候讲的 这个很有意思 那昨天在东湖的时候 是王美花也抢着 要当国际局长 这个非常有意思 我从两个角度解读 第一个是讲自己蔡英文 因为有一位 在美国的教授汪雨忠 他回国来 在一场演讲里面 公开一个资料 他说 他根据访问所有 在美国的参议员们的意见 整合一些美国官方私下的 这个意见讯息研判 台湾的情势 他们把台湾分成2024 可能的潜在观察对象 一级的对象 在民进党这里只有 郑文燦跟賴清德 并没有其他人了 舒登昌啊 什么陈建仁啊 所以是不是 蔡英文本身是不得不 要让给賴清德了 美方说 这根据他的演讲内容是说 如果到三月份 在野党也没有整合出一份 让美方可以接受 我们好可怜 我们是二皇帝 就是没有 美方无法接受的名单的话 他们美方会选择支持賴清德 这个是汪雨忠 他在这次调查里面的结论 所以蔡英文 是不是觉得自己 也准备要失业了 然后担心到时候賴清德追杀他 他有什么办法 可以活下来 他是帮自己在就业思考的时候 碰到陈时中 我就想那我来当你的局长 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个思考就有 他要去搏留四好 是是是 让他度假几天 我本来以为是下放 其实美国人是看好他的 这个我觉得听起来 资讯整合起来还蛮有意思的 但是再来第二个角度 是从陈时中自己 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国际部 国际局 这个概念就是跟我们中央 要成立一个数位发展部的概念 是一样的 因为每一个局处 每一个部会 都应该要数位化 每一个局处都应该要国际化 不知道台北首都 早就应该要国际化 为什么台北市政府的 这个编制是在秘书处底下 有一个国际事务组 就是因为每个局处 都有这样的需求 不管是城市外交 或经济 或者是体育 或各种交流的时候 秘书处整合协助大家 在国际事务 不管办理程序 或者是协助翻译 等等这些程序上面 给予协助 可是他就是各个局处 都需要国际 所以从这里来协助 他现在单独要成一个国际组 我不知道他想干嘛 就是说他每天要去帮 甚至帮交吗 其实有很多城市外交 本来就在做 那你第一个要断的是上海 的双层交流 你不做 反而要去弄什么国际组 然后还两个 两个一个总统 一个经济部长 两个都快要失业的人吗 来跟你抢位置 然后他还讲一句很好笑 他说我想要年轻的 我要哭气 我开玩笑讲 真的是开玩笑 我想说那你以为 真的是在着急吗 这什么东西 国际组是要找有 国际视野或观点的 你在讲说你想要个年轻的 什么什么 在干嘛 这样到底意义在哪里 所以他这个国际组的 意义定位在哪里 他的政策又是什么 显然又是一场空 只是要假装自己很国际化 他直接拒绝他们两个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太老 他喜欢年轻 我才会有这种联想 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国际组 国际局他如果要真正成立的 目的是什么 第一个大家觉得莫名其妙 再来那国际局 那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跟要件 这两个人都不符合吗 然后你理由是因为太老 真的很好笑 不觉得吗 那至于蔡英文在讲说 他当年在这个选区拿下多少票 可以转移 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是 可能等等当年 他们觉得有危机 2020那个时候的确是 搞不好会输 至少民调数字 我那时候看到也都不是那么的 我看到的数字不太一样 跟大家看到的 不太一样 总之呢他现在很得意 哎呀我拿了这么多票 就算在风雨飘摇 看起来很危机的情况 是要拿下来了 所以要转嫁 那亮哥的解读我非常的认同 他说就是表示 他也没有什么别的话可以讲了 跟陈时中还能讲什么 讲高端吗 做得好做得妙 那疫情嘛不要再讲了 大家不相信你的确 捍卫了台湾人的健康 跟生命安全 台北市民被你还黑了一轮 所以呢 基本上他没话可讲的时候 讲这一招 是代表了陈时中 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吗 那尽量想要把自己的支持度 转嫁给他 这好像是唯一一个方法了 好你们都觉得 他是无话可说 然后两个人才在那边抢位 只要预约国际局长 然后陈时中再一起加入说 不好意思啦我想找年轻的 可是你怎么看 这三个人在演这哪一出啊 三个人在合演这出戏 浅秋你觉得他是不是其实 也就是想要吸引年轻人啊 那年轻人目光会看过来啊 是有这样子吗 还是根本想都没想 就是我还是会联想 想歪嘛 我还是会想到那两个字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三个人在演什么 真的不好笑 好不好 两个老妹 一个老头 咪咪演 然后大家在演那什么戏啊 就是莫名其妙 年轻人会吃你这一套吗 一点都不好笑好吗 年轻人不吃这一套是不是 好笑吗 不会觉得总统很幽默吗 一点都不觉得好吗 就觉得是 第一个是要把失业要找工作 要嘛陈时中拒绝 是以年轻为标准 是在刚刚讲两个字啊 不好意思重复讲啊 所以啊 那除了招季以外 不然为什么要想 年轻不年轻 莫名其妙 青年局可以理解 那为什么国际局 需要这样的思考 总是要拒绝这两个老 两个女人 两位女性 所以找个理由拒绝而已啊 对这个戏太难看了 我觉得太无聊了 不过因为 会不会对年轻人来讲 就说最近正式 给民党很大的压力 因为呢 很多民调显示 年轻人跑票到了民众党 这个部分 好那我们看到 这民党的秘书长林喜耀就说 这是一时的迷惑 年轻人可能有些 对中央执政不满 不过民进党 透过18岁公民权 在表达在乎年轻人 他说就像年轻时 觉得爸妈关心很烦 但静下心来 你会发现最爱的还是爸妈 投给别人 会对不起自己的初心啊 好那我就请教 年轻人汉庭了 因为呢 这次很多的民调显示这个 民进党的这个年轻人 这一块黏着度 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跑了不少 而且跑到呢 可能是民众党那边 所以林喜耀呢 秘书长才会说 啊 这只是一时的迷惑 最后会发现 爸爸妈妈 还是最爱你的 所以投给别人 会对不起自己的初心啊 好那又提了什么 18岁公民权这些 我要讲说这整套 年轻人会买账吗 这一次 那不会啊 尤其林喜耀讲这个话 本身就非常的恶心啊 哪个年轻人听完之后 会更加投给你 当然是不会 而且呢 他竟然还把民进党 比作年轻人的 爸爸妈妈 让我想到韩国瑜市长 经典的一句话 民进党又不是你爸爸 为什么每次都要投给他 对吧 那你现在还有脸 真的把自己比作爸爸 那就更加不要投给你啊 那就是大家真实的心声啊 所以我觉得 林喜耀这句话 最好我们要做成梗图 大肆宣扬 在LINE的群组 在Telegram上 在Twitter上 在所有年轻人可以看到的地方 大肆宣扬 那民进党铁定岛 就如果我们现在去上到网路上 各种的论坛啊 尤其是一些所谓的 幽默的啦 笑话的啦 或者比如说 旧客版里面 把诚实中都是拿来当梗来用的 都是当成笑柄来用的 这个状况大概跟 2014的马英九 跟2020的韩国语一样 就是想到他就只是一个 被用来取笑的对象 就陈时中各种的金句 都变成了笑话 比如说陈时中呢 如果去麦当劳 那么呢 他一定要买这个 中杯的可乐 为什么 因为他说大可不必 那如果呢 这个装的薯条 一定要装得很满 为什么呢 因为不要太不满 这都是网友在想的啊 就当陈时中的每一句话 都变成烂梗的时候 那陈时中本身就是一个烂梗 那你觉得年轻人 怎么可能会让一个烂梗 来当台北市长呢 那或者是他过去的 所作所为以来 很明显的都是草包籍的行动 那可怕的是什么 可怕的是我们 竟然放任这个草包 担任防疫指挥官 两年半之久 哇 我们现在能够活下来 真的是奇迹啊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或许是 在某种程度的庆幸 我们竟然能够劫后余生 然后现在这个劫 竟然还想继续来当台北市长 来制造更大的劫难 台北人有这么蠢吗 台湾人有这么蠢吗 然后现在看到民进党这些人呢 那已经是玩不下去了 开始在庙口开讲 我觉得这完全是自寻死路 完蛋了 为什么呢 有这么严重啊 自寻死路 因为你们在神明面前造口液 这个罪孽是相当重的 因为在神明面前说假话 必招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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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像亮哥说的 业力引爆 就是这个时间了 你看这个蔡英文说 什么陈时中的拿54% 然后蔡英文要去当国际局局长 你相信她讲真话吗 她发自内心这么认为吗 但是讲假话 那你在神明面前讲假话 那当然就是造谣两舌二口 这个叫做什么 就是标准的造口液完蛋了 所以呢 这个再来这样 那讲假话也要有目的啊 那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不就为了执政跟捞钱吗 跟保住自己权位 那再加上你看这个陈时中 就是每个人又在那边 开始胡说八道 这个爱护台湾人啊 然后呢 你看这个我们一定什么 爱护老百姓啊 然后我防疫期间做得多好 守护城基啊 对吧 真帅啦 谁信你这一套 那我今天很激动 为什么 因为我最近真的是 这个越看陈时中越讨厌 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这个样子 就现在呢 尤其你看蔡英文当天到所谓庙口啊 他还先跟大家开玩笑 他讲说 哎呀 你们大家都知道投给谁了吗 大家都说投给陈时中 那蔡英文就说 那还要我来干嘛呢 对吧 你来干嘛呢 你都知道 你来也没用 大家都投陈时中 你来干嘛 所以这些的所谓的造势啊 你就只是在顾好自己的基本盘 然后呢 你就在自己同温层取暖 是完全跨不出同温层 只不过呢 是一种在苟延残喘罢了 就未来的这20多天 民进党真的 陈时中在做的 就是这四个字叫 苟延残喘 否则他还能干嘛 失居于气 穷途末路 大概这就是陈时中 目前的选情 所以目前呢 是希望要做什么 是希望能够做到 有一点点的起色 但如果有一丁点的起色 那个也叫做回光返照啦 也不会好太久的 目前看来有起色第三名 拼到第二名了 那个也是他们自己在讲而已啦 那当然了 拼到第二名的话呢 那大家就更加觉得 不能够让陈时中当选 所以蒋万安还是会当选 大概未来就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陈时中如果民调 真的冲到了第二名 那么弃掉了黄珊珊 绝对不会保陈时中 弃黄珊的只会跑去支持蒋万安 因为愿意投给黄珊珊的这群人 就是不愿意投给陈时中的人嘛 那他怎么可能会 就会弃黄然后保陈呢 这完全是截然不同的选票 那再来目前所谓的加持 一点效益都没有啊 更加是同温层里面 无聊到底的自嗨 对吧 王美花跟蔡英文要去当国际局局长 是负责干嘛 到了国际局负责投降吗 美国来跟台积电要资料的时候 王美花作为经济部长做什么 投降啊这台积电的事 台积电自己去处理 全束缝上 对吧 那不然干嘛 挖井吗 台北市缺水怎么办 王美花叫大家挖井啊 那怎么办以后台北市 我们可以看到很大的井 不过也没关系啦 因为最大的井 就在民进党的党部嘛 就在总统府 就在行政院 那就是最大的井 里面住的都是一群蛙 整天呱呱呱 那再加上这件事 也看得出来 陈时中也好了 他们对台北市政 彻底的无知啊 为什么呢 而且他说要有所谓的青年局啊 跟国际局啊 台北市啊 就是根据地制法规定 只能够有32个一级机关 所以目前已经有了22个局 5个处还有4个委员会 已经有了31个一级机关 所以你如果还要再设一个什么新的 你只能再成立一个局而已 也就是说青年局跟国际局 你只能多成立一个而已 但陈时中两个都要 那表示什么 无知啊 就是你对现在台北市 能够新增多少局处 你都不知道 你还选什么台北市长 我台北市议员都不你了解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选台北市长 他要组织调整啊 要撤掉一个局啊 撤掉 那你就说要撤哪一个局 你讲嘛 你撤哪一个 你就是不尊重哪一个 就这么简单 你要得罪谁 你得罪教育局吗 还是你要得罪原住民委员会 还是你要得罪客家委员会 你要得罪谁 你要处理掉谁 那都讲不清楚 所以目前所有的政策都是画虎烂 为什么愿意画虎烂 为什么愿意在神明面前说谎 为什么愿意当骗子 因为反正选不上 所以呢最后就干嘛 就是继续画虎烂 撑完最后的这20多天 所以呢我们就继续看着民进党呢 失居于气 然后期待他们最后的回光返照 但是呢还是要让蒋万安啊 兢兢业业 戒身恐惧 不过民党蹭年轻人蹭网红 真的很快 尤其是蔡总统 我来看他手脚多快啊 昨天呢 鸡排妹郑家纯 他才自己宣布说 他结婚了 他嫁给日本人 结果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 就直接留言 直接到他 在脸上下面留言 家纯恭喜你 为你感觉开心 祝你新婚愉快 也谢谢你 为了参加社群之夜 还因此改了机票 结果这我也有点想不到 这好歹就总统祝福嘛 可是为什么下面大家这样 全部刷起来一面倒把他呛爆耶 那每一个这个大概就是 网络就故意在 好啦 就故意在酸他 啪啪啪啪 就一大堆这样子的耶 那你说只知道玩网红 不知道民间疾苦的领导人 那总统来这边留言 不愧是脸书总统 乱来该关心的不去关心 那其实我们看到他下面的留言 真的很多 完全在呛 而且是一面倒的呛 那这时候的馆长呢 他说 其实今年有个现象 他认识很多大咖的YouTuber 都私下跟他说 这几年民进党实在做太差 那他们做的一些 接民党案子 这些影片下面呢 都被狂骂洗版 所以呢他们决定 今年不做了 那馆长也说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听他这样讲好像对耶 他说今年几乎看不到陈忠 这些民进党政治人物 出现在各大的网红节目上 好像是呢 亮哥 这招失灵了 不啦 你就看他社群之夜 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 白纺苍苍 我不知道那个 现在民进党的传统的 这个资深的支持者 也开始玩Instagram 那只有1100个到现场 然后前一天还要再动员一下 这个 金牌妹结婚恭喜他 当然 金牌妹人家至好都靠自己 其实他蛮了不起的 他的粉丝84万 84万 当然重要啊 怎么不重要 赶快蹭嘛 对 所以 可是这个真的没有用 说实在 因为 你跟人家不一样嘛 人家就是 人家是靠自食其力在赚钱嘛 然后 这个 真的有缘啊 认识他的老公这样 你不是嘛 你是别有动机嘛 你 你 你 就是 就是真的有一些 就像林熙耀讲的嘛 林熙耀讲的最白啊 这个大白话 这个 他说 哎呀 那个 不要忘记爸爸妈妈 是 你们的爸爸妈妈是民进党啊 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初心啊 会流到黄珊珊那边去 他讲的是黄珊珊 他说白银嘛 他说 流到白色阵营呢 就是忘了初心 不要忘了 爸爸妈妈 民进党还是真正的 爸爸妈妈 最爱你的 这不禁让我想起那个 陈其邁以前还骂说 我是你爸爸啦 对 这个 李熙耀讲这个实在太天才了 你怎么会用爸爸妈妈来形容 你跟年轻人的关系 真的 真是奇怪 父权威权 人家年轻人会 会认同你在2020那一次 就是因为反送中嘛 是 太清楚了 你以为人家就永远跟你走啊 你那时候承诺的 要帮香港人出一口气 那结果你有通过难民法吗 那请问你收容了多少香港人 事后又不一致嘛 没有 对 一天到晚喊抗中 结果真的围台演习的时候 你有做什么事吗 连飞弹飞过台湾上空 你还不敢讲 人家还从日本那边知道这个消息 然后月中线你有什么能力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很聪明啊 年轻人就看到你 他就是嘴巴讲嘛 都没有落实嘛 事实上 他的民调下降 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年轻人是上网的嘛 20到40岁是上网最大的群众 他们从网路得到太多信息了嘛 就知道你只有一张嘴巴嘛 那这个选举就开始讲 陈时中 然后最后又开始讲抗共保台了 那也不敢讲抗中保台 因为怕那个中被人家等于陈时中 那可是你这样讲就是 人家就觉得又来了 又来了 事实上就是 选举的时候很抗中保台 就是为了抗中保绿嘛 就是每次都用抗中 叫大家来保护台湾 那选完了 又没看到你做什么事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有一些牌啊 你不可能每次都拿来用有用的啦 你知道吧 这个老百姓现在网路世代 讯息流通那么快 对不对 就是你被人家看破手脚啦 问题在这里啦 所以你就是要拿出一些时机来啦 不然这个叫蹭嘛 我们知道嘛 他看到谁的流量大就去蹭 对但是亮哥你觉得呢 馆长讲说这个现象 就很多大咖的youtuber 今年都不接民进党的case了 这对民进党来说 是不是真的是一大进去 对因为会损你的流量啊 那人家大咖网红也可以致时其力啊 为什么要靠你活呢 对不对 事实上 我们台湾有很多网红 我今天还看到另外一位 说那营业额有六亿啊下十万 这么厉害啊 一个女生啊 一个女生做美妆的啦 因为我在研究这个 你也要做美妆是不是 不是我在教这个啦 我在学校教跟网路行销有关嘛 所以我就去了解一下 人家一个女生可以做到六亿这样 所以我只是在跟你讲就是说 就是人家可以自食其力 是正正当当在赚自己的钱嘛 那你这个只想来蹭我 人家会 然后他 网红都是很敏感的 网红都会知道网路的份额 风向 那我如果跟你黏得太紧 我搞不好有些人就不爽 对 然后就来说你干嘛做这件事 对 那何必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受伤啊 受伤就很麻烦啊 所以你在笑什么 所以你在笑什么 对大家留言说好笑 他说亮哥不是研究美妆 应该是研究美法 我就忍不住叫出声音来 对不起大家今天太幽默了 我是美法美容工会的顾问 这家事没发美容 我以前选举的时候 美容美法界有一些成型 然后我就挂他们的顾问 我跟美法界是很熟的 哎呦 你们真的低估了我的这个 是美法界很熟的知道吗 知不知道老朋友 没有 我都厉害我们很多朋友 是做美法 那那个时候在成型 因为广义的 就是被归为这个美容业嘛 人家有一些成型的诉求 是 没有 我以前帮过很多人 题外话 题外话扯太远 没有笑 今天大家留言才太好笑了 不好意思 我就是跟你讲说人家是 人家就是觉得氛围变 那现在沾到你这边 又让人家觉得 我是不是有所求啊 人家就会这样联想 所以你要去赚这种钱吗 之类的 尤其是看到这种 不懂台语歌曲的 老扣也可以标到台语歌曲的研究案 对不对 那人家会怎么去想 你这些人是不是 是不是1450等等 那这样被贴到1450你就 这网路圈怎么活啊 对不对 所以 我觉得大家就 宁可就是做自己吧 就是这样 所以浅秋你也觉得 这对民进党来说是警讯 还是说呢 套具零消的话 没有啦 就他们一时迷惑 没有 因为讲小孩 年轻人是他们家的小孩 爸爸妈妈 其实不是第一人 陈菊也曾经这样讲过 高雄就像是自己养 养大的孩子被别人抱走的 就是一个父权威权的概念 都是你们民进党家的啦 只要不是你们民进党的 你们选输了就是选民的错 这些年轻人 我一路养你们长大 你一旦不支持我们的时候 你要检讨自己 你们就有错 我连18岁公民权投票 都帮你们想好了 那同志是一般年轻朋友 比较支持的议题 我也支持了 所以就是归你们民进党管了吗 就是民进党的了吗 这件事情立刻可以看得出来 看破手脚吗 那刚刚线上越太好笑 我就忍不住一直笑 比方说刚刚一直讲假赛 也全部的留言都在讲假赛 然后还帮汉庭ending说 如果想要知道详细情形 请看一意谋利 大家今天实在太有趣了 但是刚刚亮哥讲了很多 郑家纯的 我也忍不住会想歪 刚刚虽然有人叫我要端庄一点 但我没有办法 你又是这么了 亮哥 刚刚讲到说 郑家纯人家是自己自食其力的 我还是从他们这个郑家纯人身上来学到什么 还有什么自己卖了个什么杯的 卖得非常好好不好 他是营业额很高的 所以当蔡总统去蹭这样子的网红的时候 其实是为他未来生涯做准备吗 我不知道他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 可是如果当馆长都讲出来 网红们现在居然要跟民进党保持一定距离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什么 网红靠靠的就是流量 靠年轻人支持 才能够得到 过去拿了除了月配预算之外 现在连月配预算都没有办法 引起他们兴趣的时候 告诉大家 年轻人风向也在变了 年轻人看破你手脚了 那所谓的年轻人 现在对于民进党的观感 从党的高端的爱国手臂 自己的生命安全 然后到了要出国各种防疫政策 发现被骗了之后 其实现在回到原点的时候 民进党还真的是回到原点 被看破 年轻人的 全年轻人都看破手脚 还在拎白拎母 刚刚还有人说我拎阿公 没有 然后就说 没有这回事 你不要再把人家 这些年轻选票 当成自己圈养的小猫小狗了 其实年轻人 也很有自己自主的判断能力 现在正在一个觉醒的年代 这些资讯非常的畅通 一旦年轻人给引教训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的2022 你的2024会怎么样 好 不过现在行程中的进办 一直在蒙打蒋万安 就是说蒋万安把立法院 沦为公社刑堂 在公审陳时中 这是他们的总干事吴思瑶 在昨天其实公布了 立法院的未还委员会的记录 那蒋万安是当时担任召委 那数字都列出来 说他排案39天当中 那当时卫副部长还是陈时中 到立院备巡23天 针对性排案高达了60% 他说尤其像第二会期 19次会议指明成中14次 针对性排案 这更高74% 第四会期20次会议 9次锁定成中 针对性排案45% 那会议的主题不是美猪就是疫情 所以说他没有理性监督 只有政治口水 而且还提出了三问蒋万安 包括第一问 2020你就开始为市长在铺路吗 为什么把陈时中当假想敌 第二问就是监督失衡 这个是把立法院当成 你选市长的秀场 还是为了选情 你是防疫的工程 还是防疫的罪人 第三问 他质疑讲外案根本就是滥用工器 那要进广告之前 我还是忍不住 先问一下汉庭 奇怪 你们也是 就立委 议员咨询不是天经地义吗 怎么就成了公审作秀 还有罪人 这些民意代表有什么毛病 如果卫生环境委员会 不找卫福部长 那找谁 我不懂 找教育局长 还是要找国安局长 卫环委员会 本来就要监督卫生部长 就要监督疫情的指挥官 那美珠跟这个疫情 本来就都是陈时中的职责 税吏法委员来质询跟监督 不是本来就应该有的事情吗 大新闻大爆挂 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挂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 快点购 扫一下